我們要去埃及 今天要來介紹埃及自由行攻略 旅遊時間是今年的二月底到三月初 我們是在去年九月預訂機票開始安排行程 那個時候埃及旅遊的資訊還沒有這麼多 我們預訂的是土耳其航空的來回機票 一個人是三萬八千元 台灣護照的話可以直接用落地簽也是最方便簡單的 那下飛機出去往海關方向 一邊是換錢一邊是可以買簽證貼紙 那簽證費用的話是美金二十五元 可以付線和刷卡 我們在機場有先換了一半的旅費 實際到入客所的銀行換錢也是跟機場匯率差不多 記得IB是無法換回來的喔 所以不要一次換太多 另外很多人說美元在埃及當地的話很好用 但我們實際到當地 馬車還有計程車以及風帆船都不想要收美元 當地人是說因為美元金額太小 所以銀行不會給他們換 甚至還有計程車司機拿一美元跟我們換30元的i棒 接下來是住宿的部分 我們在埃及的住宿每一間都非常的推薦 服務人員也都超級親切 服務人員也都超級親切 第一天我們是住在吉薩區 晚上在飯店也可以直接看到金字塔的燈光秀 離金字塔園區售票口走路只要一分鐘 商店附近有一個馬舅 所以味道非常重 會建議的人可能要再考慮一下喔 會建議的人可能要再考慮一下喔 開羅是住在老城區的一間青年旅館 這個房型的話沒有包含衛浴 這間民宿位於老城市中心 離開羅博物館只要一公里的路程 這間民宿的老闆真的超好 雖然不知道是員工還是老闆 真心推薦大家來開羅可以住這間民宿 索菲特東宮是位於陸克索東岸的五星級酒店 這次入住的是東宮索菲特的別館 這次入住的是東宮索菲特的別館 泳池和花園都是可以共用的喔 價格也比東宮便宜了一半 一個晚上大概是2700元台幣 每個房型都有附設陽台和花園景 每個房型都有附設陽台和花園景 在埃及的第六和第七天是住在陸克索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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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陸克索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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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两只非常轻人的猫咪 从住宿走到港口只要10分钟 如果要到路客所东岸 可以再搭当地的渡轮 离地王谷也只要10分钟的车程 早上还可以直接到顶楼看热气球 这间是我们在埃及最喜欢的住宿 这间是位于飞来神庙附近的小岛 岛上还有自己的田地和花园 努比亚生态屋是没有冷气的 如果夏天来的话可能会比较热哦 我们下期再见 早上的餐廳可以直接看到對面的菲萊神廟 晚上可以躺在懶人沙發上看燈光秀 退房的時候康行李真的超累 這一間是我們在阿布辛貝的住宿 服務人員都非常親切 來幫我們升級了最大的四人房 晚上阿布辛貝燈光秀的門票可以在住宿這邊直接購買 我們還跟上店預訂了日出遊船可以看到阿布辛貝賢店 阿布辛貝燈光秀 阿布辛貝燈光秀 阿布辛貝燈光秀